美国各地许多学生不满学校提供的午餐 纷纷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贴出自己的午餐照片 向第一夫人米歇尔表达不满 讽刺说 非常感谢你米歇尔奥巴马 谢谢你的午餐计划 美国社交网站之所以出现大批学生的午餐照片 是因为午餐难吃又吃不饱 一名学生贴出的午餐照 是撒了西红柿酱和奶酪的热狗 餐盘里还有几粒小西红柿和一盒低脂牛奶 写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的文字是 你们认为这是午餐吗 另一名学生的午餐是一个小面包 一小盒马铃薯泥 一个汉堡包和玉米 文字是米歇尔奥巴马 这就是营养午餐 一位家长也贴出一张午餐照 是一个三明治 半个奇异果和一小包西红柿酱 家长写道 这就是我在学校餐厅和女儿吃的东西 许多贴文充满讽刺意味 发泄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学校午餐计划的不满 有人说 我不会忘记她的午餐计划 有人说 明年毕业后 再也不会吃米歇尔的午餐了 有的学生说 过去 午餐曾是我在学校的最爱 感谢米歇尔奥巴马 毁了我的最爱